4月3号的花莲大地震至今余震不断 造成了不可估算的破坏 令人触目惊心 人心惶惶 国际生命县台湾总会与花莲县生命县协会 联合发起的募捐活动 邀请了立法委员林毅君及京东里燕车厂 共募集了66万1500元投入赠灾 希望为家园略尽棉薄之力 也借此抛砖引玉 呼吁企业界及热心人士 向花莲灾区伸出援寿 而县长徐政卫也亲自执政感谢状 并代表花莲相亲表达诚挚的谢意 现在徐政卫表示 民众无论在居住安全的疑虑 每天都处于担心何时会有地震的心理压力 感谢三明县所有兄弟姐妹们 对花莲灾后给予温暖的力量 惊喜仍有雨震不断 欢迎呼吁洪黄丹民众勿在进入家门 地震灾后重新入漫长艰辛 为了红黄丹白丹 互也可以上款补贴 建物的修缮将尽快协助住户 早日回到这里家园 国际生命县台湾总会会长 陈忠胜提到 本会有敢于这次地震 对花莲相亲的生活造成其大的影响 甚至有许多被贴红丹黄丹 还有居民酒家归不得 后续家园重建过程是相当漫长 因此本会特别号召全国礼监士们及花莲生命县协会伙伴们 并施着能力可及的范围 经营店民补之力 募集中很善心 帮助花莲相亲渡国难关 零四领山花莲地震之后 花莲政府成立重大灾害民间正在捐款装户 零四领山大地震救灾捐款装户截至25号上午9点为止 总捐赠比是为30731笔 公募得4亿5331万多元 民众援入带领爱心的捐款 为了救世协助受影响民众重建 以及尽速恢复战场生活 记得就会话说到